大家好 大家好 可以 我脚还可以 好帅 孟老师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钟培生 今年28岁 住在香港 主持在福建 是香港电竞的创办人 今天我想找一个 可以跟我一起进步的女生回去 其实我蛮喜欢这种的 我可以跟她共同进步 我不喜欢被别人要求 还要求自己女生要进步 那边是 那边是我最好的朋友 跟最好的同事 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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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小姐姐 小姐姐 5号 这么快 5号爆灯了 来 陈璐 你好 就是我 我听说就是您是自己创业的 然后我也有一直在努力 想要尝试创业 然后我希望就是能跟你一起努力 我感觉你出来之后就是圆圆热烦的 我蛮喜欢的 这不是个夸奖吧 你确定你喜欢听这个词吗 我都喜欢今天有缘分可以认识的 谢谢你 谢谢你包灯 好 谢谢 喂 喂 孟老师你好 我是四号女嘉宾亚美丽 可以让妈妈接个电话吗 四号妈妈 妈妈 妈妈 就是因为这男嘉宾她很优秀嘛 然后她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去找女生呢 她是不是要找个门当户对的呢 这也是我的问题 我相信不仅六个家庭想问 现场的观众想问 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也想问 以你的条件 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节目来找女朋友 对啊 其实我觉得如果有别的女生很喜欢你 我觉得是一个福气 但是一直以来我都会不想伤害她们 也不给她们一个希望 会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和她们保持一定距离 对 你们听明白她的意思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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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的大概的意思是 有人喜欢她 她对别人喜欢她是心怀感激的 但是她并没有觉得那些喜欢她的人当中 有她喜欢的 没有错 好 在香港就是很小的地方 就是她每天 大家都知道她 她每天 她有目的地接触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她就觉得这些人都是因为要跟我做做生意啊 她想来到这找一场以爱为前提的 对对对她希望放下其他东西 要去真心去爱下一个人 喂 喂孟爷爷我是六号嘉宾 我想跟男嘉宾说几句话 把我的声音放出来可以吗 好的 六号的声音扩出来 男嘉宾你好 那个刚刚在维斯牙里你说 朋友可以迟到 但是你朋友迟到绝对不允许 我觉得好可怕 希望替你能解释一下 谢谢你的问题 如果是朋友的话 我觉得不守时是一种的不尊重 所以有时候我可以不跟她玩嘛 但是是我另一半 守时这个东西是我们三岁就开始学的东西嘛 三岁的东西都还没有学会 我们应该不站在同一个起点上 不站在同一个起点上 所以就不接受我另一半这么样 太严格了 我觉得有点凶耶 对啊 就是因为相亲相伴的人才不用特别守时啊 其实我很好耶 我很好 我不会迟到 迟到都无所谓 他其实对朋友也是很有要求的 但是因为他很忙 他有一家公司在台湾 然后泰国港又越南开了 他每个星期根本上都要 然后我们飞很多时间见不同的人 所以他对时间把握上很在意 对对对